八度空间亲子歌唱节目 《好生Family》第四季即将开播 这一次常驻评审阵容 除了由本地歌手黎生鸣坐镇之外 节目组还请来了刚付出的香港艺人 杨茜瑶加入常驻评审团 是的 杨茜瑶在受访时就透露 以前她因为工作行程经常会来马来西亚 但是后来受到了疫情影响 已经好久没来了 这一次再来我国录制节目 让她有一种回到熟悉地方的感觉 香港艺人杨茜瑶时隔多年 再度来我国拍摄节目 她这次的任务就是担任 《好生Family》评审之一 她今天接受本台专访时透露 虽然本身不会唱歌 但看了上一季节目后 发现参赛者除了唱歌以外 更多的是透过歌声 表达和家人之间的情感 正因如此她才想参与其中 当个聆听故事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我也透过他们的歌声感受到他们 不论是家庭之间的爱 或者什么有时候分享他们家庭之间的苦 我也觉得我的眼睛都红了好几次 当然也有开心的也有难忘 就是有些参赛者 他们真的只是参与整个过程 但是带给了很多的欢乐给我们评审 所以都是听得很开心的 如今是两个孩子妈妈的杨倩瑶坦言 离开家里出外工作的这两个星期 她非常挂念家人 特别是一对年幼的儿女 所以录制行程再忙都好 她每天都会坚持和孩子视频通话 一解相思 杨倩瑶也和记者大方分享 她会先暂时回归家庭 将重心放在孩子身上 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但这不代表她要隐退 如果遇到合适的剧本 还是会继续拍戏 家庭事业两不悟 八度空间 萧子慧万达正报道 大方 我会先暂时回归家庭 我会先暂时回归家庭 那是 我会先暂时回归家庭